好 照前面兩場的觀禮 我會提前一分鐘開始碎碎唸一下 那歡迎各位回到各種開源硬體 的那個上午最後一場 上午最後一場 那這就是大雜會的這個議題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做一整天 那我們下一位的講者是Owen 他在遊戲跟GPU產業界有超過20年的經驗 這個對我來講就真的是大前輩 那今天他要來分享如何利用FPGA 來創造自己的Retraction GPU 並且分享自己的開源專案 開源的Retraction GPU的專案 那講實在話 這一場是整個上午裡面對我來講門檻最高的 我昨天還叫ChartGPT幫我用5歲小孩 都可以懂的方式解釋一下FPGA是什麼東西 那總之別忘了 各位可以在官網上面看到這一場的 共筆筆記 那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也可以打開你的電腦 打開你的手機 然後連到上面去跟我們一起筆記 那我就廢話不多說 讓我們掌聲歡迎Owen 好大家好我是Owen 那今天講這個比較硬一點的主題 但是其實我也是軟體工程師 我不是硬體工程師 那我大概花了前年吧 花了六個月的時間 去學怎麼在FPG上做一些東西 那如果我一個軟體工程師 花六個月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相信大家 大家應該都是軟體工程師吧 來Costcard大會 應該都可以做得到 那我覺得做這個東西 有一個不錯的 編輯效應 是叫編輯效應 另外一個效果就是說 我在做的時候發現我雖然 其實我現在是在半導體產業的軟體工程師 但是我雖然懂硬體 但是其實事實上 我在思考問題的時候 都是用軟體的方式去思考 當你去做過硬體以後 你就會知道硬體的人的思維是什麼 事實上你的軟體要跑得快 你還是要懂硬體才行 那你可以在 如果你可以在兩邊 軟體跟硬體中間切換你的思維的話 對你將來會 我是覺得很有幫助 OK我先 今天大概會講一些這個 第一個就是我自我介紹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介紹一下怎麼開始 那我們今天這個選擇是 然後後面就會講一下說 軟體跟硬體的思維有什麼不同 然後講一下簡單的retracing 然後最後是我有一個project 那個是open source的 如果你們有興趣都可以去download 然後首先就是 先講我自己 我其實是game developer 我以前是做game的 然後後來我不小心的 跳到半導體 我那時候去ATI 後來被AMD併購 然後 然後 在那邊 我那時候跑去加拿大工作 然後在那邊做了 可是我做的時候 我是在GPU的部門 然後跟game還是有相關 因為我的主要的工作 就是幫助game developer去 怎麼樣針對硬體去做最佳化 然後後來 我後來又回台灣 回台灣以後 我又開始做game 然後做game 做一陣子 又失敗以後 又跳回去半導體 現在在ARM 那ARM也有 可能大家不知道ARM也有GPU ARM除了CPU 大家都可能只知道ARM是CPU 但ARM其實也有GPU 像是聯發科 神送 小米 OPPO都是用我們的GPU 所以我對GPU是蠻有了解的 但是 我對硬體的架構是有了解 但是那是High Level的架構 實際去做的時候 完全不一樣 對 所以今天就是這個經驗的分享 然後 我講一下 這個是我做出來的一個Rate Tracing 那我想辦法讓它做到一個 最簡單的情況下 可以做出一個Rate Tracing 所以它裡面的東西其實很簡單 那至少基本的Rate Tracing 該做的事情有做 然後這個Sension不是 大家都軟體工的是吧 沒有硬體工程師 不是給硬體工程師 對硬體工程師來講 可能是幼幼班的程度 所以 這個是給軟體工程師的一個 入門FPGA的一個介紹 那我 我剛才有講 我大概花了六個月從零開始 從 我本來不知道 他的語言叫做Vlog 我從零開始學習 雖然說花六個月 其實花五個月 中間有一個月我都在打那個 空洞騎士 然後有一個月都沒在做 好 然後再來是 OK 就是說你FPA其實它滿有趣 你可以把你的軟體的演算法 去把它轉換成硬體 你一樣的演算法 但是你要用不同的方式去做 不同的思維方式下去做 對於軟體工程師來講 這個其實滿有幫助的 你去思考一下硬體到底是怎麼做 硬體是怎麼加速的 OK 然後其實現在在GitHub上 不是只有軟體的project 這種硬體的project超多的 我也從上面 偷拿一些東西來用 有些東西我實在不想寫 我就從上面來 像處理記憶體的部分 就很繁瑣 我就比較不想寫 對 好 我們先看怎麼開始 那其實基本上 你要做 現在其實FPA很便宜 然後 就是你寫完以後 馬上燒進去就可以看到結果 我大學 其實我是讀電子系 我大學的時候 也有讀過數位邏輯 那時候是要自己畫邏輯雜 然後畫完以後 你整模擬也不知道 跑出來結果會怎麼樣 只能看那個波形 那就很無聊 可是現在的FPA 你就可以直接寫進去 而且速度夠快 現在大概可以到100MHz 可以做一些很多事情 那 首先你要開始 這就是一個入門 首先你 第一個你要學會它的語言 它其實就像你的 你如果是軟體工程師 你會不會想成C++ 或是C 或者是Java 反正就是一種語言 那我早期 我在讀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就沒有這種語言 你就只能畫邏輯雜 然後在那邊連線 簽那個線很無聊 超無聊的 那現在這個就很方便 然後再來 你要有一個EDA的工具 EDA的工具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像是Compiler一樣 就是把你的語言 轉換成機器可以懂的 那它這個就是把你的語言 轉換成邏輯雜 然後再轉換成FPGA 可以寫進去的一個String 然後你就可以燒進去了 然後最後你要有一個硬體 一個FPGA的板子 現在就是挺便宜的 而且現在有各式各樣的板子 有的板子上面還有一顆CPU 然後你還有一顆FPGA 然後你可以讓這個FPGA 只是輔助CPU去做事情 做一些加速的事情 所以其實很方便 然後它有各式各樣的輸出 可以去串接 OK 我們就先來講一下HDL 現在主流就是有兩種 一個叫VHDL 一個叫Verilog VHDL基本上它很像ADA 事實上我沒用過ADA 我是超wicked 因為VHDL看起來就很冗長 看起來就是很過時的語言的感覺 所以我就直接沒有用了 但是如果你要去 因為我們做這個的時候 我們都會用一些外面的IP 所謂外面的IP 就是別人寫出來的一些邏輯杂 但是你可以想像成是一個Library的概念 很多還是用VHDL寫 所以大概知道一下就好 但是用它來寫會滿痛苦的 那Verilog就是用C的概念 很像C 你可以看到旁邊的一個程式碼 有沒有看起來很像C 就很像一個function 那基本上你設計硬體 就是把 它不叫做方形 它叫做一個Module 一個Module就是一個小小的Module 那你的硬體就是把這些Module 全部連在一起 然後就做出你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 我看一下 對 那它不像程式碼 是 是 序列的 大家 就是你摳誰 他在摳誰 一直一個hierarchy下去 對不對 但是這硬體沒有這回事 大家就是一個電流過去 就大家一起跑了 所以說唯一的方式就是用clock 我們常常講說幾MHz 幾GHz 那就是clock 每個clock就是你一秒鐘可以跳多少下 那它就是靠這個信號 就是我打到這個信號來的時候 我就做這個事情 就做這個事情 大家就靠這個信號來同步 然後呢 我剛才說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個function 其實它就是做一件特定的事情 但是 有一點要注意的就是 尤其是software engineer 就是我當初也是這樣 我會 我會在一個module裡面寫一大堆東西 我以為它是function 我就寫一大堆東西 但事實上硬體的 硬體的 運作方式不是這樣 你想想看 100個MHz的話 表示它 它每跳一次 這個clock跳一次 只有一個 Naral Second 那時間其實非常非常短 所以你能做的事情很有限 那你在硬體 就是要在這個一個clock裡面 把你想要做的事情全部做完 所以你不可能做很多事 你如果做很多事 它就是這個clock過去了 你的事情還沒做完 那你出來 它還是有資料出來 但是都是一些garbage data 所以說 每一個margin你要夠小 你要做特定的 它其實硬體一個margin 能做的事情非常非常少 所以你要把事情切到很細很細 每一個margin去做 那重點就是把這些margin全部合起來 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效果 得的演算法 或者是怎麼樣的效果 那這邊有兩本書 我當時就看這兩本書去學的 第一本是這一個 就是這本有圖 這本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它有特定的板子 你照著操作 很快就可以上手 然後它裡面有一些很簡單的 小小的應用 但是還蠻有趣的 你看了以後 看了以後再 後面再去買這本 它沒有介紹很多Vlog的一些特性 然後再買比較進階來看就可以了 好 再來就是EDA EDA現在都有 如果你買 現在FPGA的晶片廠商都有提供免費的 基本的功能 對我們這種業餘來講已經很夠了 那它基本上 它就是把你的 剛才寫的語言轉換成 有一個叫BitStream的file 那個其實就是直接丟到FPGA 就可以燒起來 燒進去 然後它就可以跑了 那其實它過程中有很多很多步驟 如果你真的要做的話 這些步驟都有 其實在硬體廠都有 專門的工程師在做 那可是我們這種業餘的話 就隨便了 你也不用管 反正它就是 你就是Compiler 它自己就會把你 最後會跑出一個BitStream 就可以Upload到那個FPGA 就可以跑了 反正你就是把它想像成一個Compiler 把你的語言Compiler可以跑的 那其實它事實上 它是會跑成這樣的邏輯渣 然後它還會去佈線 其實你這個 跟我們寫程式不一樣 可是我以前做Console的時候 你們這個年代可能沒有 那個光碟上面檔案放哪有 有技巧了 你放的內圈 越內圈它轉得越快 讀得越快 越外圈越慢 這個做硬體是這樣 那個要你兩個Marge越近的話 它時間的Delay就會越少 那你一些比較重要 比較需要時間的可以放近一點 這都一些學問 但是如果只是做業餘 像我這樣就沒差 你如果這邊做得不好 就是說你Clock就要降低 所以就才跑得動 不然你Clock太高 它就會錯掉 對 我是用Xilinx的FPGA 所以我就用它的Viveto去做 我用起來是覺得還蠻好用的 而且它可以 怎麼講 設定一些外部的Editor 我都是用Visual Code去直接寫完 就可以Long了 對 然後如果你不是那麼確定 不想說 還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興趣 不想要先花錢去買FPGA版的話 這有個網站 這網上蠻有趣的 你在上面可以寫Vlog 然後就可以直接跑 而且還可以有VGA的輸出 你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測 完全都不需要任何硬體 可以先上去這個網站 玩一下 然後如果有興趣再去買 因為FPGA版貴 好一點的也不便宜 只要一萬塊 七八千塊 對 這就是FPGA版 最上面那一個 就是我剛才講的那本書 裡面提 會講到的 如果你買這塊板子 就是那書上的操作都不用去改 就可以直接用 這個板子很便宜 這只有 大概兩千塊裡面就可以買得到 那 可是它 FPGA其實它是有分類似size的 它裡面的可以燒的東西有多少 就限制了你可以做多複雜的設定 所以說這個能燒的東西就很少 一下就是 邏輯雜就用完了 後來我是買下面這一塊 這塊板子我蠻推薦的 大概是一萬塊以下 可以燒最多東西的板子 然後它上面的一些周邊也挺多的 然後我剛才講這上面有很多東西 像VGA HDMI的輸出 還有記憶體 上面那塊板就沒有記憶體 下面這塊就有記憶體 然後LED 然後這個 七段顯示器 七段顯示器大家知道 就這個 就可以秀數字 因為你debug不像我們寫程式那麼容易 還可以一行一行去trace 你只能靠LED 然後這個秀數字去 去冥想到底 bug在哪裡 蠻有挑戰性的 然後再來就是 有些我剛才講它有些上面還會有CPU 你可以其實可以在上面跑Linux 或者是Android 但是你把GPU當作一個輔助的處理器 OK 大概 FPA可以考慮這兩塊 好 那我們就講一下 你跟你講一下 剛才我講一下 講過說 軟體跟硬體的思考模式其實相當不同 所以 這邊是我總結的 我自己遇到的一些思考上的盲點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是平行 我們的程式碼是序列的 是一行一行的執行下來對不對 所以說 當Software engineer在做硬體的時候 常常會有這個思考 就是說我這個誰呼叫誰誰呼叫誰 是有一個序列的 但事實上硬體上 硬體不是這樣子 運作它是一個電流過去 一個clock過去 大家全部一起跑 好 所以呢 我們講一個 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講 就是來講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條件判斷是 上面是我們的西口 我們會這樣子想 我們會先去判斷 condition 然後再來說 如果這個condition是true的話 我就執行A force就是執行B 這是一個序列 我是照著次序執行下來 但是硬體不是這樣 硬體是像這樣子 我A的硬體已經做好了 B的硬體也做好 所以我電流過去兩個資料同時出來 C也是一個硬體 也是做好了 所以A B C全部出來 然後我再去直接選一個 所以我們在做軟體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想要upmise的時候 我們是 我們去skip 不必要的call 對不對 我們會這樣子去思考 但是硬體不是這樣思考 很多時候不是這樣思考 有時候也是要這樣思考 但是大部分時候不是這樣思考 因為你的硬體已經做了 你如果不用就是浪費 放在那邊浪費 它只是浪費電而已 硬體的思考 是我怎麼樣應用到所有硬體裡面的 同時間應用到硬體裡面所有的unit 去做我要做的事情 不要讓它 所有的硬體 硬體最好的情況就是 所有的unit都是在busy的狀態 它沒有閒置的狀態 這個才是一個最好的狀態 所以它的思考模式就是 跟software很不一樣 你要用平行的方式去思考 再來就是latency跟throughput latency就是指這個 一般來講我們大部分 比較多人看的是CPU 但是我今天講的是GPU CPU的performance就跟latency 很有關係 latency就是說你一個指令 進去得到結果 需要的時間是多少 你時間越短表示你可以執行的越快 對不對 可是這是對CPU來講 因為CPU的指令有持續性 我前面的東西要先執行完才能執行後面的 所以latency就對它來講 對performance很重要 可是對GPU來講 GPU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應用 我GPU我只在乎我這個畫面 花多少時間畫完 我每一個pixel都沒有關係 都沒有前後次序的關係 所以我可以同時執行 我如果可以同時執行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這時候就叫做throughput 假設我們這樣來看好了 假設說我有一個pixel 我從進去到決定它是什麼顏色出來 要花32個clock 那我的latency就是32個clock 對不對 那就很慢 可是如果我這個硬體設計 我一次可以跑64個呢 那我變成我一個clock可以出來 throughput是兩個pixel 所以我的latency就變很短 也不能說latency我的throughput就變很大 就可以達到我的要求 因為我只在乎我一個畫面 要多少時間才能完成 我不在乎哪一個pixel先畫 哪一個pixel後畫 這個就是CPU跟GPU 一個很大不同的概念 那現在的GPU 就是靠著這樣的方式來加速 然後再來就是pipeline的概念 那這個也是軟體工程師比較會 為什麼它滑鼠游標一直在那裡 好 沒關係 那pipeline的概念 這個是軟體工程師比較沒有的 但是對硬體來講非常重要 其實CPU也會用到這個概念 那我們就稍微舉例一下 就是說假設我現在有一個這個 這個是我的GPU的一個pipeline 它會經過這三個stage 然後出來最後的結果 第一個是surface 第二個是shadow 第三個是shading 那如果我把這三個stage 做在一個unit裡面 那每一個都要花五個clock好了 所以我每一個pixel出來 我就要花15個clock對不對 那可是我今天它是這樣子 流水線下來 那我當我在處理這裡的時候 我這邊是不是都空的 都沒有用了 那這就是對硬體來講 這就是浪費 那最好的方式是 就是你全部的東西都 同一個時間都有在用 所以說pipeline的概念就是 我把這三個unit分開來 分成surface shadow shading 我第一個pixel clock0的時候 我第一個pixel進來 處理surface 下clock5的時候 我第二個pixel進來 但是第一個就往前推了 有沒有 它就在這邊處理shadow 然後這邊處理surface 然後這樣一直往前推 一直往前推 那這時候我一個pixel 只要花5個clock 就可以出來了 就會快很多 這就是pipeline概念 其實CPU現在也有做pipeline概念 但是它原理 應用的方法不大一樣 它是每一個指令 有分解碼 不是先fetch 然後再解碼 然後再去做執行這樣 分好幾個stage 每一個指令它會有pipeline 那我們常常 pipeline它其實是用了 一個物理的概念來 來描述 就是說你的硬體 像一根水管一樣 那什麼時候 你的效率最佳呢 就是水管裡面 都充滿了水 對不對 那所以像這裡 這裡就叫做bubble 你的水管裡面有bubble 那就表示你 出來的東西就變少了 所以在硬體上 是這樣子來比喻 所以你就是要想辦法 盡量讓你的bubble變少 那pipeline又特別適合於GPU 就是在於說 CPU是有次序性的 有相依性的 你常常後面 你如果 就算你這樣子 設計pipeline 如果你走到這裡的時候 你需要前面的data 前面還沒出來 你還是得等 但是對GPU來講 每個pixel 基本上是獨立的 所以基本上 它這個pipeline的設計 會運作的比較好 OK 那我們講一下簡單的retracing 還有 我現在講了多久 好 10分鐘 講快一點 OK retracing retracing其實很簡單 早期rendering都是用retracing 但是retracing的問題在於 計算太多了 硬體負荷不了 所以才有現在這種retracing 就是一個triangle一個triangle來畫 那就要畫 那個可以很快 但是其實它很tricky 它很多一些奇奇怪怪的特殊狀況 那retracing就一套 用到底 所以我後來決定GPU用 如果我GPU如果做傳統的話 我要做很多事情 我要從世界座標轉換到 Local座標轉換到世界座標 世界座標再轉到投影座標 再轉換成螢幕座標 然後再去做retracing 就很多步驟 retracing就很簡單 所以我就選擇做retracing 那retracing就基本上就是追蹤光線而已 那我們都知道 我們會看到一個物件 是因為光線打到上面彈到我們眼睛 但是光線是往各個方向去漫射 我們不可能追蹤那麼多光線 那我們只在意的是我們畫面上的pixel 那我們就是反過來推 就是從我們攝影機設一條線 透過這個pixel 看到會打到什麼物件 那我就畫那個物件出來就好了 那很簡單 那這個有一個 Github上面有一個 有一個這個你們可以去找 Retracing in One Weekend 它有三本書 你讀第一本書 大概一個下午就可以讀完 你就大概知道 Retracing的基本的做法 Retracing很簡單 就一套公式用到底就好了 就可以用在各個狀況 然後去遞回就可以了 再來 Retracing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這個我們現在的GPU其實都還很難做 就是Retracing反射 那反射怎麼做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一樣用同樣的原理 就是一個ray 你現在知道我要畫 我從眼睛打出去 我知道要畫這個物件以後 那如果這個物件它是 譬如說像鏡子一樣 它要反射的時候 我就算出一個它的反射的ray 然後看它打到什麼物件 然後如果它再打到另外一個物件 就是把它的顏色加起來 那可能它打到的物件 還會再反射 那我再繼續打 一直打 一直recursive到 打到不會反射的物件 或打到天空為止 那把這所有的顏色全部加起來 然後做blending 就會打到這個反射的效果 好 再來就是shadow shadow也是傳統 我們現在GPU都是用一些非常非常 奇奇怪怪的方法在做shadow 然後而且還很多artifact 那ray tracing的shadow就可以做到很漂亮 那原理也很簡單 我現在譬如說我現在 我從眼睛射一條線 然後我發現我打到地上 我現在要畫地上的pixel 那我在從這個點再射一條線 一條ray到光源 那在這過程中 我如果打到任何物件 就表示我不會被光照到 對不對 那就表示這個點 我是在shadow 如果我像這個 這個它從這裡設一個點 往那個光源 我畫錯了 有點跑掉了 好 應該是這樣子 然後它就打到了 所以它就表示它是在shadow 那如果我現在是要畫這個點 它往這個光源打 中間沒有打到任何東西 就表示它不在shadow 它會被光照到 OK 所以說很簡單 那你可以看到 全部都是一條公式 就是ray 有沒有打到物件 所以你只要implement這個ray 跟這個空間中物件的碰撞 你就可以做出所有的東西 那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 所以它 ray tracing最花時間的就是在空間 就是ray跟空間中所有的物體的碰撞 那所以說 基本上你如果用暴力法 即使用硬體還是不夠快 還是沒辦法handle 所以你還是必須要做一些tree 空間切割去做加速 那通常就是用這種BVH tree 因為很多方法 還有KD tree 還有什麼 八元素 那比較多人是用這個BVH 就是說一個空間我用這個AABB AABB就是跟軸向對齊的box 一個box把它切兩個 左右一個 那下面這兩個 這兩個就包含 就跟上面的空間一樣 所以我這樣建一顆tree 到最後就是一些triangle 或者說一些primitive 那我如果今天要知道說 我有沒有光線有沒有打到這一個 我就traverse這個tree 我只要沒有打到它的parent 表示它 它的trojan 我全部都可以直接skip掉 就是類似這樣的做法 很簡單 好 還有多久 好 應該來得及 好 然後這個講一下我的project 你們可以直接去download 我放在GitHub上面 那我就是做一個raytracing 然後我用voxel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什麼是voxel voxel就是3D的pixel 所以它其實就是一個立方體 那為什麼用voxel 因為它很好做 然後再來就是剛才講的空間切割 就是用voxel 所以很好切 所以我不用做ray跟triangle 或者ray跟其他的東西的hit 我只要做ray跟aabb的 我只要做一種就好 因為我那個 這個FPGA也不是特別好 也不能燒太多東西 所以我盡量把它簡化 OK 然後這個GPU做了哪些事情 第一個就是Kaki 這是我以前做的遊戲 我很喜歡做voxel的東西 好 那個角色就是用很多小方塊組成的 OK 那它可以rander這種東西 然後它有用 剛剛我講有用BVH加速 因為如果不用的話會很 即使硬體也是跑得很慢 然後它有做到可以做shading 你可以看到它有亮暗面 然後可以做到reflection還有折射 但是反射跟折射不能同時燒進去 因為燒不進去 然後還可以做到shadow 那大概我花了六個月去把它做完 無法再錄影片 為什麼 因為我網路斷了 好 沒關係 我等一下有10G測試可以看 等一下喔 不好意思 讓我 好啦 算了 這個是我那個GPU的architecture 那其實蠻簡單的 它上面有一個thread generate 它會產生各個thread 一個thread 然後它就丟下來給下面的red core red core red core就是一個unit 它handle整個一條red 就是一個pixel的位置 然後到最後它顏色是什麼 它就出來 那它的設計 我的設計就是它這個red core 可以 這個 跟軟體 跟硬體跟軟體不太一樣 地方就是我 我要加速我就是做很多 就可以加速了 所以我的red core是可以 從一個或者到十幾個 三十幾個都可以 我如果速度不夠快 我就加 加 但是我的那個fpGA燒不進去 所以我 我只有做一顆 然後旁邊有一個 剛才我講的這個bvh的structure 跟一個primitive的structure primitive就是你畫出來的方塊 然後record去跟他們要 然後最後有這個frame buffer writer跟reader 然後marish在外部 然後通過一個控制器來存取 然後最後就是輸出到這個bga 然後這個 這兩邊是同步的 因為你做硬體 你都要把它 想成是一起在運行的 然後這個red core裡面的架構就是這樣 它有三個stage 它是一個pipeline 一個 東西 一個stream進去 它就是經過這pipeline流出來 後面會講一下 OK 我剛才有稍微提過了 thread generator 它就是會產生 我需要的thread 根據我有幾個red core 它其實那個red log 它有點像C的那個macro 它可以用一些 怎麼講 這要怎麼講 就是說你寫程式的時候寫一次 但是你可以設參數 比如說八次 八個或九個module 你就可以這樣控制你的 類似用那個head file 去控制你的record的數目 OK 然後bbh的structure 它就是記錄了剛剛那個tree 然後record會去跟它query說 我現在要哪一個node的資料 它就會傳回來 然後primitive unit 就是說我要哪一個 這個left的primitive data 會傳回來 record我剛才就講 它就是handle整個 pixel的流程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frame buffer writer 那有一個這個比較特別 就是說其實你要一個cache 就是因為你做ray tracing的時候 你一個pixel 如果它沒有反射 它很快就會得到結果 如果它要反射 它要好幾個clock才回來 所以每一個pixel 回來的時間都不一樣 所以你必須有一個cache 然後等到所有的東西都回來以後 然後再把它寫到記憶體 對寫到記憶體 對寫到記憶體 OK OK 應該來得及 然後這個就是record 這是最核心的部分 第一個surface就是我剛才講的 我先判斷這個ray 跟這個空間 有哪些碰撞 然後找出 找出哪 它可能會碰到很多東西 一個ray垂直下去 找出最近的那個 就是表示你要畫出來的 然後再來就是 它就會進入第二個stage 然後根據這個位置 我再設一條線 朝光源設一條線 看看它是在shadow下面 還是在沒有在shadow下面 然後最後我再去經過shading stage 就是算出它的顏色 那最重要的是這邊 就是說它會根據說 我撞到的東西 如果是反射或折射的時候 它會recursive再把資料丟回去 因為它其實演算法是一樣 再重新再算一次 然後最後把所有的data合在一起 OK 我這邊本來還有show一個 我本來我有做一個軟 用西加加寫一個軟體 我可以show 可以驗證我的設計 因為在硬體上要看資料 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我都會在上面先驗證 因為你要知道說 每一個unit它的 有沒有都在忙碌中 然後去做修改 OK 好 我今天就到這邊結束 然後有什麼問題 然後我 我應該還可以show一下這個 稍稍抄死 蛤 稍稍抄死 蛤 稍稍抄死 因為下面沒有下一條 我現在打開了 我看看它會不會有東西出來 我現在打開了 欸 居然是亂的 等下 讓它reset 它可能訊號 還是有一點差 不曉得可能spec有點不一樣吧 再試一次 可是我在家裡電視是ok的 出來了 ok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我的印 然後我可以用上面的它去做一些空 你可以看到那個有反射嗎 我故意做三個 有沒有發現 所以它反射到它 它再反射到它 所以它可以做一直反射下去 然後可以透過硬體去控制說 你最多反射幾次就停住了 因為你如果無限制的下去 它可能反射不完 你可以看到那個影子 像如果是GPU 傳統GPU要做這個 東西被擋住 要有一些特別的方法 叫做用ZBuffer去做 但是 做這個CPU 用Rate Tracing就是很簡單 就是抓最近的這個點 這個大概就是我 最後做出來的結果 這樣子就差不多 全部的slice都被我掃完了 就不能再做新的東西進去 因為我本來還要做 shader可以去寫 其實shader你可以去寫程式 然後它可以run一些程式 但是後來就 就一直打電動 就沒有再繼續 OK 大概是這樣 然後還有時間嗎 還可以嗎 對 哈哈哈哈 在5分鐘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你幫我 我幫你吧 我先弄一下網路 是不要插對不對 插這個 插這個好 你先幫我拿這個 好我幫你拿 好 好 插這個 好 有 有 有嗎 喔有了 連一下 綁住 哎呀 好 好 感谢观看 这就是我用 有听得到吗 就是我用软体做的 它的验证的工具 那你可以看到这就是 这个pipeline 三个pipeline 你这是一个时间 这样一个一个下 你可以看到这边很空 就是浪费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边处理的工作 比较简单 这边比较复杂 我现在是1比1比1 那如果你又有了 有这个工具 你就可以很简单的看出来 我这边有很多bubble 所以我这边应该要做 上面的东西要做一点 所以它有比较多的资料 让它来处理 所以可能是4比2比1 会比较 效果会比较好 那这个工具就是 主要就是在做这个工作 因为如果你用fpGA 直接去看不大出来 用这个软体会比较容易 那这个我本来也有想放到GitHub 可是感觉好像 只有我自己会用而已 其他没什么用 对其他人没什么帮助 就没有放上去 OK 那我差不多结束了 谢谢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是用模拟的这个 这个就用C++写的 怎么样就是从 那一天你收到 你那一天你收到 你那一天你收到 你那一天收到 你那一天收到 其实它就是模拟clock 一个clock里面它 这个就是clock的数目 其实它没有 其实真的EDA 它可以做到很精确的模拟 但是我的只是很高阶的模拟 我只是想要知道说 每一个unit的负担到哪里 那所以说其实很简单 我就是一个clock 我看他有没有做事 有我就加1 然后算出来 谁没做事 这样子 对 那其实像我们自己家的GPU里面 硬体里面就有放这些counter 可以抓出来 我就可以看 这个clock有在做事 还是没在做事 你就可以知道 现在的 我们的理想就是 你这个GPU 百分之百都在busy 那是最好的情况 对 就要自己设计啊 那我是有做 通常GPU是 你会做两个buffer 一个buffer是写 另外一个buffer是给VGA输出用 因为两个是同时在跑的 所以你等到你这个写完了 你再flip 等他的VSync的时候 你就flip 然后他就会丢出去 对 那可是我刚才讲 你可以看 你可以看他有个pattern 他每一个pixel不是同一个时间 他不是照次序完成 他有个pattern 我这边call from比较少 call多的时候 你会看到 有没有那个pattern 就表示说 每一个pixel回来的时间不一样 所以你必须cache住 你说遇到那个 所以我刚才就讲 CPU比较会遇到 我这个没有遇到 可是因为我的很单纯 我一个pixel下去 我只有一个最近的点会画出来 所以基本上不大会遇到这个孩子 可是如果我做的比较复杂以后 一个点上面会可能会有好几个 那我下一个点 可能要等上一个点做完 如果我要做Alpha Blending的话 我要等下一个 前面一个完成 我才能画下一个 因为我要知道前面的颜色 那时候就会有Heads 像我这个这么简单就不会有 还有吗 麦克风好像没声音 对 还有一点声音 有啊 有啊 可是很简单的材质 你可以看到 它有些有反射 有些没有 它就是材质的不同 那其实它还可以处理 有没有折射的 这边有折射 上面那个折射 会有什么 我这个就是想办法把事情都弄到最简单 所以我所有的场景的data 我都存在register里面 其实它应该 我后来本来想要把它 从SD卡读到memory再去弄 再去 好 最后一点好不好 好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你问你是用什么接触跟PC上沟通吗 没有 没有跟PC上沟通 完全没有啊 这游戏全部在 对对对对 你们可以其实 其实现在那个Github有很多 上次我看到有一个人用FBGA做了一个 可以把那个Minecraft直接读进去 然后就可以跑的 然后它有open source 可以去看看 对 OK 时间的关系是我们先到